謝謝院長 請我們行政院我們張院長 請張院長 書委員長 院長好 院長 你早上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你有說跟中國大陸溝通很順暢對不對 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我說昨天溝通是有通的 溝通是有通的 有事先收到對方的這個告知說 他們稍晚要跟甘比亞建交這個事情是有通的 有收到對方的訊息嗎 有 陸委會有收到 好 那陸委會說 夏立援主委無法跟國台辦張志軍 接通熱線 那到底有沒有接通 法委員 我們這個溝通的方式有很多 通常我們同人之間平常可以用這個訊息 或者是用電話聯絡 我們現在在致言其說啦 院長 今天早上 陸委會 跟其他黨團在開記者會的時候說 昨天的一個熱線是怎麼樣做處理 你知道嗎 昨天有溝通 但是是不是透過熱線 這個要請下主委說明 並不是透過熱線 我們希望 為什麼沒有跟我們 為什麼沒有跟這麼重要的事情 用什麼方式去溝通 怎麼沒有跟院長報告 我想重點是甘比亞跟對岸建交 你們不是說熱線都很暢通 我當然知道這很重要 重要的是說你們都溝通很好 現在你知道嗎院長 昨天的溝通方式是什麼一個方式 我們昨天是經過同仁 按照平常溝通的方式 在跟對岸溝通 銀場的方式 我們就是從我的副主委以下 跟對岸的副主任 以及我們的處長 跟對岸的局長 對嘛 我們的下主委沒有辦法跟張志軍 用電話熱線連通嘛 對不對 他們告訴我說張志軍 因為不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沒有辦法通電話 部主委 這麼重要的事情 沒有辦法聽電話 我想如果真的很在意 馬上就會回播 這才叫熱線啦 對不起 我要跟院長講 院長 熱線溝通的方式 院長溝通的方式很多種 我要講的正 院長你知道嗎 從我的角度來講 我在意的是訊息的內容 怎麼樣溝通 我不在意 我跟你講 這個不要再去自 所謂的自言其說 昨天的一個通訊方式 是用簡訊 法委員 這是我們平常一向的溝通方式 平常一向的溝通方式 我跟你說啦 平常是平常 今天建交這麼一個的事情 我要跟院長講 人家根本就不甩你們啦 所以你們也不要常常去自言其說 說你們跟他們的溝通 是非常的暢通 都時常保現 保持著熱線你和我的往來 好 主委 院長 我想先請問一下 甘比亞跟中國建交 馬總統說 他強烈的不滿 我想請問一下 依照你個人 你現在是行政院的院長 你對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 你會不會也會不滿 當然不滿 我早上在立法院門口也跟媒體講話 你說不滿 來 那我就覺得有點更奇怪了 你們在不滿什麼 甘比亞跟中國建交你們在不滿什麼 你跟我說 第一個我先問你 副主委我沒有請你講話 院長 甘比亞到昨天為止是我們的邦交國嗎 我們斷交兩年多了 斷交兩年多了 所以他不是我們的邦交國嗎 對不對 先前是我們的邦交國 對的我知道 我現在問你他現在到昨天為止 不是我們的邦交國嗎 有沒有錯啊 先前是我們邦交國 有沒有錯 昨天以前是不是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對岸曾經有答應過不會去建交 對岸曾經有答應過他不會去建交 有 複製文字還是你隨便做一說 對岸會親自跟你們講說 我不會去跟他們建交 對岸在過去兩年多跟我們接觸的時候 多次表示不會跟甘比亞接觸建交 數字文字嗎 沒有數字文字 那有沒有通話記錄 我們有通話記錄 有通話記錄 好 那你們現在表達不滿是怎樣 是中國大陸說話不算話 還是在 我們強調的表達不滿 那個副主委 你不用講那麼多好不好 我沒有接你講話 我是主委對不起 好你先不用講話哈 來 院長 你們在不滿什麼 剛才已經跟您說明過了 先前 是我們的邦交國 而且 斷交以後曾經跟我們說過 他不會去建交 他不會去建交 那選擇在這個時候 你們覺得他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便判斷他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表達我們不滿 我要跟你們講啊 這就是符合了一點 當初馬總統上那年到現在 所使用的所謂的外交修兵 是完全錯誤的一個政策 是完全錯誤的一個政策 外交需要大家去積極的努力 我們是在積極努力啊 你們現在表達不滿 就是你告訴我 他們在打馬英總總統的臉嘛 對不對 你們不滿只是說 就是你告訴我 你跟他們講好了 人家不甩你嘛 你們被打臉嘛 所以我要跟院長講 外交修兵這八年來 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我們是活路外交 他表達什麼 他有在他現在出發他表達說 此時發生這樣的事 極為不當 什麼叫做極為不當 此時發生這樣的事 極為不當 那要什麼時候才叫適當 真的 你因為說他們當事 做什麼事都要跟你們報告嗎 所以不要再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啊 要認清現在的現實跟事實 不要一直在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沒有自我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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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我回答一下 馬總統說 現在此時發生這樣的事 極為不當 那要什麼時候 這個極為不當 我想全國人民都會有一樣的感覺 那要什麼時候你跟我講嘛 人家要建交 你跟人家說這個時候極為不當 那要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兩岸關係 正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如果建交 他們跟甘比亞建交會送出 所以我說人家不甩你們嘛 都不是你們自己想的一廂情願嘛 你們以前所講的外交秀兵 這樣就能說了算嗎 人家結果還不是在打你們的臉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要強調的 你都說自我感覺良好 我就這樣 都不要去積極的去作為嘛 所以這八年來 沒有沒有不積極的作為啊 沒有沒有不積極的作為啊 現在連馬英九總統要卸任了 這一個巴掌 打得真的是又響又脆 對不對 好你們請回 那個院長 我現在請教一下 高雄市政府捷運局 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完成了高雄都衛區大眾捷運系統 整個網路的規劃案 在期末報告裡面 後續的網路他說 高雄的後續錄網 包含著 南沿屏東的大寮屏東線 以及臨遠的東港線 院長 我手上 有這一個看板 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 說好的高雄南沿 我們屏東人還要等多久 這個評估出來 財務評估的不可行 自償率偏低 你們都講財務評估 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口口聲聲說要縮短南北差距 說要縮短所謂的城鄉差距 你們現在一句說話說 財務評估不佳 這樣就要跳過 你知道我們屏東院長 屏東要期待這個高雄南沿 屏東人從滿懷期待 變成了滿懷的憤怒 你知道已經等十三年了 而且之前也通過行政院的一個核定 但是十三年了八年來沒有任何的動作 各位委員報告 我是交通部 各位委員報告 有關於捷運的興建 是地方政府要主導的事項 所以如果高雄市要往南沿 那高雄市要跟屏東這邊大家談好 之前有跟行政院講說 希望行政院能配合 這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要跟 因為你們是重要政府 我要跟 部長還有院長你們說 屏東人都建國都公差 我們屏東的錢有夠衰 特別是每一行搞我們屏東就沒有 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沒有 就到鳳山 第二條高速公路 等到蘇嘉全縣長的時候才核定 才到東港 現在這個高捷你們說什麼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說有待考量客觀條件成熟 再逐步落實推動 現在是高雄市跟屏東只要談好 他可行性重新評估 我們都知道我要請問一下 部長 那你認為我們屏東的交通網 要怎麼建設怎麼處理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捷運確實成我剛剛所講的 那麼一定要地方政府來提 這是全國一致性的規則 我跟妳說啦 院長 為什麼東部的發展 他們是需要一條快速的路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們屏東要求的 就是說在屏東的最難 在台灣的最難端 我也希望說真的要縮短城鄉 要縮短南北 我們第一個交通網路一定要健全 對不對 最近台鐵高價雙框 我們屏東已經延到潮州啦 每個縣市 有每個縣市最好的做法 不一定都是要捷運啊 對 延到潮州沒有錯啊 但是延到潮州 你可不可以知道我們屏東 行村要亂 就只有一個台鐵的高架 延伸到潮州 本來就有了 只不過是他把它變成高架 然後快速而已 就好像普悠馬號4月份才要來跑 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之前當過決議了 我們屏東到底要等多久 連要叫你們做一個高鐵 每一邊在這邊質詢 你都跟我們說 說到的只有一個答案 財政考量 要不然就是什麼 不符合經濟效益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屏東要怎麼發電 我回去會請我們同仁跟高雄市 再談一下 看看有沒有可能跟屏東 我們盡快高雄市再把這個案子 我們真的期待你們是真的能這樣做 而且院長 我也在這邊 與眾信長要跟你講 現在我們國發會 言喻說 從東港 大鵬灣 小琉球 作為所謂的藍色經濟發展構想 這是國發會 當然很重要 但是他裡面說的 要後六都時代 中小型城鎮以及鄉村 面臨著邊緣化 以及區域私人發展的問題 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現在如果進行的大行建設 你們考慮的就是財政 財源 那這樣我跟你說 後六都時代 這小鄉鎮 這整個地方 鵬灣沒有翻身的一天 而且這麼過國會 這麼重要的一個規劃 藍色發展經濟的規劃 東港 大鵬灣小琉球 建源他們的報告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濱海的旅遊的交通動線 你知道寫的報告是什麼嗎 說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發展觀光 要吸引人來 可以什麼 用加強公路運輸 學長你專門的 加強公路運輸 可以比照像 這個鐵路運輸的量那麼大嗎 所以官立黨期待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這兩條高潔的延伸路線 對不對 林園東港線 大寮屏東線 為什麼我們希望這兩條下來 可以帶動人潮 你用一個公路運輸 你是要運送多少人 所以 院長 你們到底心中 有沒有把我們南部看在心裡面 你們有沒有聽到我們南部人的聲音 剛才幾個委員說明了說 發展所謂的縮短沉箱 現在跟你們說 改善交通不是只有捷運一種方式 當然不是只有一種方式啊 但是你們的評估報告 你們要看評估報告 公路運輸 這樣對嗎 就代表著 連這個做功課 都在配搬屏東人 沒有啦 這個委員 公共運輸 公路運輸 這個其實 那麼從綠色 來看的話 其實也很重要 部長 很重要 如同院長講的有多元啦 對 但是我希望說你們真的心中要重視 我們南部的發展啦 好 院長 待會兒有影片你看一下 我要跟你們講 潮州 你剛才講的 潮州 潮州新戰 高價化以後 你知道嗎 現在百姓一直陳情 裡面 根本這個隔音牆設備 做得不完善 部長你不知道這個事情 為什麼隔音牆設一邊 隔音牆設一邊不打緊 而且是跳街式的 你們跟我一個的理由 報告委員 經費不足 有人這樣設斃的嗎 怎麼隔音牆可以做單面 實際情況 雙邊都有站姊有住 而且單面的隔音牆跳脫 這裡有 中間沒有 隔壁還有 我想趙英一定有他的標準 阿南都標準 我跟妳講 都絕對超過 對 這個我們可以立即請 我們同仁跟憲如這邊 來會看 那如果該改善 我們就改善 對啦 部長 我要真的是要拜託你們 這個時候 整個潮州地區 包含著整體 臉上 連所謂的 那個什麼 那個計程車的 規劃 的載運客人 都沒有規劃好 連所謂的 摩托車臨時停放 都沒有造成交通阻塞 我希望 你們趕快 找 相關單位 鐵改局也好 鐵路局也好 甚至跟平通縣政府 好好的去做一個 規劃的改善 這樣 好 謝謝 蘇委員 現在請 劉委員 趙豪 質詢 尋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院長先請坐 我等一下 需要您回覆的時候 我再請主席其他三個